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本月SHF龙珠通贩的新品 超赛之神孙悟空 由正义之心带来的赛亚人之神 大家也知道这款是第三个版本的红神了 所以这一期我也会和前两款做一些对比 为想要挑选一款入手的朋友给出一定的参考 首先三款的外盒进行一下对比 从左到右分别是新版 会场版和魂线版 通贩和魂线版也都是这种常规的设计 会场版显然就是另外的一种的风格了 新版齐天几面的样子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款正义之心是中国百灰玩具生产的 路板使用了银底黑猫贴 打开外盒说明书印在两侧的纸板内部 细图包中间是主体 上面是替换面雕 下方是替换手心 和其他两款对比一下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是妥妥的手心战士 配件部分先看面雕 正义之心版本一共有四种表情 分别是斜式严肃脸 微笑脸 牙牙脸和斜式怒吼脸 其中两个斜式脸之前的版本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从面雕的刻画方式上可以看出 这款虽然诞生在新素体这个井喷的时代 不过并没有像一些其他的二代素体SHF那样 以更换面雕刻画方式来增加新鲜感 形象上就显得比较老旧了 与以往最大区别主要还是在涂装颜色和漆面的光泽度上 我们把三个版本的同款表情放在一起对比 这样就能很明显的看到 三款对比起来 中间的会场版的毛发颜色是最深的 左边的新版介于三者之间 毛发质感上也更偏向珍珠色的涂装 包括眉毛在内新版的毛发反光都是比较强烈的 这也是很容易和其他版本区分开来的地方 会场版则偏向于这个褶蜜色的涂装做成了半透明的质感 浑线就是比较常规的涂装方式了 还有一个很细微的区别是瞳孔只有浑线版比较的清楚 其他两个版本都是一种隐约可见的状态 我突然发现新版悟空脖子下面这一片有一些成片的杂质 严重的影响了美观度 下面我用不同的版本的面雕组合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新版换上了会场版面雕后的样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违和感对不对 而这个是新版身体换上了浑线版面雕后的样子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我再把新版的面雕安在浑线版主体上试一下 个人觉得属于是能看到色差 但是这个违和感不算太强烈的程度 把新版面雕放在会场版的主体上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搭配吧 所以关于面雕这部分我的结论就是 如果不是对颜色极度敏感 新版面雕基本上是可以和之前两个版本兼容的 实际方面这次的新版依旧是五对手型 而且种类和之前的两个版本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分别是一对握拳手 一对四指并拢的手型 一对武术手型 一对发波手型 还有一对五指展开的手型 让我惊讶的是这次的手型和前两个版本 用了不同的模具 从对比来看新版的手型手指更加修长 手指上的纹路和掌纹也更清晰 另外在手型对比的时候 也同时可以看到这几款肤色的差异 新版是三个版本里肤色最暗的 两个老版非常接近 会场版可能稍微白一点点 在身体涂装方面 三款的质感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配色选择上 新版整体的颜色最深 浑线版则最浅 会场版介于二者之间 三个摆在一起就有一种渐变色的美感 你比较喜欢哪种配色方案呢 或者说哪一种更接近这个TV版呢 关键方面这款和前两款的设计上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可动情况 低头30度左右 抬头接近30度 左右歪头的幅度有限 头部可以360度旋转 手臂侧平举也可以达到水平线 过度的上举也很丝滑 不过由于肩部阻挡无法垂直于地面 填平举极限是可以让双拳交叉 袖口可以活动一定的范围 大臂可以自由旋转 手肘弯曲超过了130度 上半身鞠躬的幅度非常小 只能依靠胸腹关节做勉强的前倾动作 后仰呢差不多也是30度吧 胸腹关节基本上是不能转动的 腰部呢则可以旋转360度 正踢超过了90度 腿向后拉也是轻松达到90度以上 横插刚刚超过90度 大腿处可以大幅度地转动 膝关节弯曲超过了90度 环关节的表现符合预期 上下转动的可动范围不佳 不过经过调整啊 这个接地性还是不错的 前腰掌可以抬高 脚底有刚硬 最后再说一下水口和合膜线 明显的合膜线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肩部附近 水口呢主要是在脖子侧面 手臂内侧 宽关节内侧 腿内侧和靴子上 另外在胸腹关节活动的时候啊 容易在腹部这个地方留下划痕 大家把闻的时候啊 要小心一点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脖子后面呢 不知道怎么有一大片的杂质啊 希望它不是通病 如果是啊 那还真的蛮恶心的 这款SHF超赛神悟空正义之心 整个体验下来啊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款比较适合平提老板的作品 虽然其中有两款面雕是斜式的啊 但其实呢对于摆造型来说 算是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玩具素质上呢和前两款 基本上也都是同一个水平 所以结合最重要的价格来考量 我认为 如果三款只想入一款 那么新版呢 绝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如果已经有了前两个版本 相对的入手这款的意义呢 也就不是特别大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了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帮助掏光传播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